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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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剛剛就是講完了這個景星大樓的故事 然後我身後呢 就是這棟 就是這個景星大樓 我個人哪是覺得 在這邊呢 並沒有感覺特別的恐怖 尤其是景星大樓裡面 它還有附片大的人去送餐 各種現在倒垃圾啊 住戶啊什麼的 一直不停的出入 極大的可能 真的是大家把它會聲會描繪的太恐怖了 也想要更多了解景星的人呢 也可以去看我之前這部影片 就是網購旅行團的影片 我也有詳細的介紹一下 稍微這種事件 我現在就要去景星大樓的內部 探索我上一集所說的 地道的八個遺墊 沒有看過上集的也記得要去看一下 因為不然你們才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們現在探討它的疑點345 好首先第三個疑點 景星大樓第二場火災的時候 其中一位死者也跟當時 時代大飯店火災的受害者一樣 受不了農煙而往下跳 因此撞到冷氣機伸手異觸 我們去看一下 景星大樓外面到底是不是有挖一台冷氣機 可以讓它跳下來的時候伸手異觸 大概可以推測一下是在哪邊 以及這個故事到底有沒有真實性存在 如果它從高樓跳下來的話 要嘛就會撞到這三台其中一台 可是呢 有一點機率有點低 因為 那個冷氣機並沒有那麼的突出 反而它是撞到 這個像是抽油煙機的東西 還比較有可能 側面的看一下 其實這些冷氣機都沒有非常的突 唯一很突的就只有這個排油煙管 基本上我覺得是不太會撞到冷氣機伸手異觸的 所以這個有可能只是一個傳說嗎 我不曉得你們覺得呢 疑點4 景星大樓被三大廈夾殺 如同一個人被雙刀夾住脖子 又被一把很急速的劍射中 這樣還能活命嗎 在風水的角度上 這就是最差最硬的狀態 那我們可能要到遠方來看一下 景星道到底有沒有被所謂的三大廈夾殺 然後像是被一個人送到駕住脖子 到這個景星大樓這個上面看一下 因為我沒有學過風水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什麼 是被三大廈夾殺 懂的人呢 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解釋好不好 看這個說法到底是不是 故弄全虛而已 我現在在這個U-Bike 然後我們在這個U-Bike上面 往景星道看一下 大家覺得它有被什麼三大廈夾殺嗎 我個人看起來是沒有啊 有什麼煞嗎 景星道後面嘛 那邊就只是一個公立房子啊 然後旁邊有一個物質 另外那邊 它的對面那頭 是空的啊 沒有東西啊 所以 這個說法是 或許是我不懂風水嗎 但是我這樣看起來 並不會覺得它的建築結構特別恐怖 唯一就只是它的 放置這裡是斜的 有點像三角色 然後接著1.5 有民眾說在景星大樓的二樓 看到有不明的人影總動 喔這個有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景星大樓的二樓 原本是一個燦鐵扛棒 可是已經沒有影業了 後面是透明的玻璃 的確 非常有可能看到有人在這邊走動 但我們不得而知 所以呢 我們就讓證據說話吧 放在這裡 看一下能不能錄到什麼東西 它的大門長這樣 剛剛看真的有非常多的人出入 所以我覺得 Maybe只是一個會生會 但是我們還是去看一下吧 如果真的只是會生會的話 那我們今天 就算是還給這個大樓一棟清白 那也希望呢 它能夠因為這樣子 讓它的房價回升 讓裡面的居民們 得到清靜 得到安寧 這就是我們這一趟最希望的目的 就去看看吧 走吧 進來這個大樓 所以為什麼 這裡 這裡 都還有貼著一些套房出租的消息耶 我們等一下 回去打這些電話看看 看能不能 住到這個房子 我們先坐電梯看 第六名電 電梯不停使壞 然後自己到點樓 打開是一道白色的牆 那目前電梯這邊看起來是 非常的正常 好 那我們就先隨便按一個樓層 看它會寄到點樓 到了另外一部電梯 它裡面是紅色的 我們看看按個二樓 然後它會不會 會不會寄到頂樓 三樓 好 這是沒有的事情 不過它的電梯是真的挺晃的 那我們直接按頂樓 看看1.8 到底有沒有一個土地功效在上面 不過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進來的感覺都非常的正常 這邊呢也會有一些貼心的公告 一個日常住戶 其實大家都會使用的地方 甚至連這種藝文特展的傳單都有 好 我們現在到了頂樓 這邊寫著洗衣布 然後這邊寫著洗衣布 嗯 不過看起來都是有人在使用的一個地方 不知道這邊是不是就是旺裏 好 這邊好恐怖喔 它是一個鐵梯 我們去另外一邊 我爬高 我現在在走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隨時注意 看看上一集所列的1.2 就是這棟大樓有發生嚴重的重火火災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這棟道有沒有一些燒毀的痕跡 我們到頂樓了 好像有別的住戶 你們有看到土地公廟喔 所以這個說法有可能是騙人的嗎 那裡有個土地公廟 我去問他看看嗎 不好意思 上來看也是因為有人說什麼 上面原本是土地公廟 所以我才跑上來看 結果不是 隔壁喔 隔壁就是 去隔壁 逆景不錯 去看一下 從這裡穿過去嗎 對 這個洗衣間過去那邊有一個小土地公廟 好 謝謝你 所以土地公廟在這裡 這邊是洗衣間 過去 真的耶 沒有騙人耶 太好有問 景星道這邊是真的有土地公廟 而且這個土地公廟外面還寫了一些字 太酷了太酷了 太好有問 我剛剛跟這裡的住戶對談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對於這個土地公廟 也不會覺得特別的靈異或者是排斥 人非常的好 而且這裡的夜景是 真的是 還不錯的 OK 那我們現在就只剩下 三個疑點 也就是我們的一二七 就一路走下去 從這個 遊艺這邊去判斷說他到底有沒有火 是不是火在現場 然後一路走到六樓 順便檢視他的安全門 好 那我們就走吧 來順便看一看每一層樓 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房間 我個人這樣看我都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正常 連這種雜物對方都還是會公告 勸導大家要把他離開 現在目前我這樣看起來 是沒有安全門的問題了 然後火災的問題也看不出來 倒是避癌不少 要走到十二樓 不過會有一些人在這邊亂放東西 這倒是沒辦法避免 九樓 距離 那個目標的六樓 還有三層 至於大家所說的 簡心到了龍蛇雜褲 我目前是沒有發現這樣的記憶 再一集進 不過能夠確認的是 確實 每一層樓 都有非常多的租戶 來到船船六樓了 我們來看看 底部 到底是不是有那個 主線排位 不會 不容易 就在那邊 主線排位 快要看 先看 更多的租戶 要是 反正 對,那只有這一種比較像是火燒的痕跡 但是如果真的都有火燒的話 照理說全部地方都好有,不會只有這邊有 我們在五樓,我們坐點機下去 為什麼這邊的電梯不動,我明明就是按這邊的 好,就是這在開 下去,老闆讓你先下去 對 我突然想到,它現在還有地下室 我們下去地下室看看 因為照理說他們上面要住的地方可能都會有展修過 對,那如果真的有火災 照理說應該是最看的是橫跡 還是有人在使用啊 這是非常的不穩重 然後我坐這個樓梯下去看看 有了非常多台車 你如果要論火災燒燒 我個人是覺得 看起來是還好的 B2的用戶呢 就會坐這個機械式車位到上面 然後那裡鐵門會打開出去 景星道呢 八隔一點,我們全部調查完畢 網路上講的 該有的六樓跟該有的土地公廟都存在 但是那些會聲會影的傳說呢 我個人覺得是不存在的 因為這邊的住戶真的是非常眾多 坐個電梯也能遇到 出走也能遇到 六樓的排位前面也有很多的住戶 頂樓的土地公廟那邊也有住戶 所以這邊的其實就跟一般的社群沒什麼兩樣 算是可以還給這個大樓一個清白啦 只是這個大樓唯一 如果個人要住的感覺的話 需要改善的地方 就只是在於 它電梯到那個樓層的時候 會有一點晃動 我不曉得這有沒有安全性問題 那其他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正常 沒有任何的靈異色彩 其餘的感覺就要給你們判斷吧 到了第二集我就帶大家run一遍啦 一樣 這一趟run的過程中呢 我拍了不少的照片 大家我們就跟我一起到下一集 看看我所拍的所有景星大樓的影片照片吧 希望能還給這個大樓一個清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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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